大陸國台辦主任張智君在台灣的最後一晚 選在中山大學和陸委會主委王玉琦查詢 但是就在張智君坐車抵達現場時 有抗議民眾朝著車子 泼漆 撒明智 場面一度相當緊張 低頭默默不語 大陸國台辦主任張智君在隨後簇湧下 狼狽走入會場 王正二會選在中山大學西子灣沙灘會館舉行 還沒見到王玉琦卻先遇上抗議民眾 泼漆 撒明紙 雖然在層層介護下張智君安然無恙 但隨後和坐車難敵突如其來的漆難攻勢 全都沾滿白色油漆 陸委會副主委張顯耀忍不住破口大罵 這群以台聯為主的抗議人士 7點多就在現場 當張智君坐車進入後 就開始激烈的抗議行動 現場一度緊張 抗議過程中還有台聯人士 疑似陰情緒激動昏厥送醫 也讓張智君在台灣的最後一晚留下深刻印象 優點TV網站會採訪小組綜合報導